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带一路》創意 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 目前中国已经和150个国家 和30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 在《一带一路》的第一个十年 这个框架下形成的合作项目超过3000个 拉动投资规模特近万亿美元 为完善国家创造42万个就业崗位 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 基础设施建设 如机场、港口等都是重点匿域 但要讲到重中之重 目过于铁路项目 当中由以印尼瓦曼高铁最具代表性 瓦曼高铁便接印尼首都压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曼隆 全长142.3公里 最高营运时速350公里 将两座城市交通时间 由3个小时大幅缩减至40分钟 在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 是海外落地的第一个项目 雅曼高铁2016年开工 已经在2023年底建成开通營运 成为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